他要不要幫你作選 他不太喜歡曝光 不過他也是在後面強力的支持我 他要出來拉大提琴就好了 當市長的太太的角色 他會前臉說罵人嗎 不會 你保證 以後你當市長我們罵你的話 他要出來罵我們 跟柯文哲太太一樣怪嚇人的 對他們在聊的時候 我不曉得他們那個談戰 是已經講好了怎麼樣 那就是會提到說說 我干政的問題這樣子 讓我都覺得我沒有辦法接受 這樣子的隱設 還是會有人說你那個婦人干政 你的臉書等等等等 對自己有意見要發表出來 真的是先生一旦成為市長 就是說我已經沒有那種市民評論 那個政治的權利 你這種行為在臉書發表 對一些市政的看法 或是說對台北市的一些建設的看法 他說南保就是不是這樣 而是成為柯文哲的累贅 我不曉得這個節目 大概就是最有名的這個主持人 跟一些市長的參選人 對他們在聊的時候 我不曉得他們那個談戰 是已經講好了還怎麼樣 那就是會提到就是說 我干政的問題這樣子 讓我都覺得我沒有辦法接受 這樣人家這樣子的隱設 大家好我是萬美中 歡迎收聽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邀請到的是柯文哲的夫人 應該說是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是陳佩奇嫁的丈夫而已 對我是他太太 他是我的先生就是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這個慢慢看這個柯文哲 就是我們做了他的八年的市民 來看他從一開始操作 到現在好像快卸任了有點柔軟 對政治的環境有點柔軟 然後一開始呢 他就像他醫生個性就走在前面 你拉到後面 但是你們回家會有你們自己的語言 他個性也隨著年紀長大 跟很多人面對一些質詢等等 也開始變得比較柔軟 霸然態度 對對對我這次說 我看大道成情人的煙火劫 柯先生好像現在不錯 對比較會跟我互動 我也會知道說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在鏡頭前可以 有一年要這個情人煙火劫的時候 好像你都準備好 但是好像幕僚希望你不要去 有這樣的做什麼 我其實不會啦 我不是說他希望我不要去 不是我說幕僚啊 幕僚不是 會說那個時候好像 佩奇夫人好像有很多的一些 情緒啦 對對對 會你會表現出來 或等等 他就是希望你不要去 那個很委屈欸 我覺得這樣很委屈 我常常把那個先生當完市長之後 我這個一半需要做的一個活動 我就把它分成兩類 那有一類就是出去要揮揮手 也會笑的 市長常常這樣這樣 就是說你不需要去貢獻你的一些 什麼能力啊 什麼就是只要出去跟人家 say個hello這樣 就像每年的跨年煙火啦 或者是像情人節煙火 他想跟你指示一下你怎麼笑容 你不會火大 不會啦 是那時候2014年就有一本週刊 就是說人家對手的那個太太 因為很漂亮 所以他出門揮揮手揮微笑 選票就入袋 然後我常常就會引用這一句話 就是說我跟你的活動 就是有兩個層次 一個就是真的只是出門揮揮手揮微笑 另外一個 就像過年煙火 或者說情人節煙火 另外一個是真的 我覺得我比較能夠 貢獻自己的能力的 像我因為有醫生的專業 所以我會參加很多的一些 像一個健康議題的promote 像10月1號還有流感 就你的專業了 就我的專業還有一些 什麼癌症的一些防治啊 什麼親子共渡 我會做很多 還有捷運局也會看到說 我跟小孩子的互動很OK 他們也會說 請偏鄉的小孩子來台北市 就是看我們的捷運系統 然後我也會跟他們做一點 就是互動這樣 就是比較能夠貢獻我的 EVEN這樣做 對一方面就是打招呼 保持一種夫人的效果 這是另外一種服務 就是這樣的 專業的貢獻 但是還是會有人說 你這個夫人干政啊 你的臉書啊 等等等等 對自己有意見要發表出來 可是我覺得自己發表意見很正常 不過我後來在八年之後 我自己也知道 就是說其實真的是 先生一旦成為市長 就是說我已經沒有那種市民評論 那個那個政治人 真的嗎 因為人家覺得說你的評論 搞不好就成為市長的一個 施政的依據 這就是一個干政的表現 我以前才剛剛看過一篇的 以前的報導 就是說 你這種行為 在臉書發表對一些 市政的看法 或是說對台北市的一些 建設的看法的話 他說難保就是不是這樣 而是成為克文哲的累贅 他大部分都是說難保啊 恐啊怎麼樣 但是說實在那種文章 看起來讓人家覺得很不舒服 那我覺得我就是一個市民 以我自己的一個觀點來評論 那既然覺得說這樣子 我覺得東方人可能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我們台灣的政治人 或者另外一道 我說從不曉得從哪一個年代開始 因為我是52歲 先生才轉變跑道 台灣政治人如果夫人 我好像比較就是會被人家講的話 不是貪財就是干政這兩個 最好就不要講話 對就最好不要講話 好這個笑容